2022年初,习近平宣布开训动员 那个习同学 两年前 2020年年初 两年前 当时台湾这边不知道哪里得到的消息 可能也 当时大陆订了 200万套防弹背信好像是 140万套,200万套 当时的防弹背信的事件传出来之后 可能台湾这边也有一些间谍 当时miss还没有断 miss是2021年3月断的 2020年年初 再往前推1年4个月 当时台湾这边就发布一个新闻 就是艳枪艳正 后背战士保卫家园 艳枪艳正 那么多年来还是这样子的 艳枪艳正 那一群草莓兵鸟鸟的站在那边 艳枪艳正要保卫家园 2年了 整整2年了 因为当时香港事件都还没有平息 那可是这个冬奥完毕吧 20大召开前 你如果20大召开前 没有搞定的话 你那个20大可能会 会有反弹声音会出现 这个是可以预料到的 这个开始会有一些嘀嘀咕咕的声音了 这个不利了 对同学不利了 为什么是同学 你回去找我以前的那个 我是你同学 他是中国本土的主义 所以完全没有必要 没有那个自信心 不会不要 因为他才是真正的本土主义 我前面都提过了 然后你这个国民党那个主义 才是一个超大的诈骗 表面上都是中国的东西 里面全部是洋人的DNA 里面是洋人 难怪现在会有这么多买办 台湾的局势会这样子演变 这些年来 会用这种方法想办法 所以你可以看民进党讲的话 还有国民党内部那种 蓝皮绿骨讲的话 他就希望你们这些 偏向大陆的台湾人 跟原本的大陆来的 那些全部滚回大陆去 他们讲的话就是这样子 你可以从他们那个讯息 你就这样 他们的各种政策 都为这个服务的 包含这个 那你就知道他才是一个超大的诈骗 这个很可恶 非常之可恶 一个大陆女生 她早上前 昨天啊 给我一个连结 然后提 她那个是新开的节目啊 我一看了这国民党的 我就没有去 我没有去看了 但她跟我 她还跟我说明 那个女生还跟我说明 那什么 一个教授提出什么 中华文化一统中国 还有那个什么柳杰克 跑到大陆去了 这全是国民党的 然后他里面节目 还会请一个绿营的 然后开始鬼吼鬼叫的 什么天下大同 把孙中山也搬出来了啊 要求 对岸修改宪法 改国号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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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叫林郑杰的 哎呀 你你你你 这 所以你从这边 就会看得出来啊 是蓝绿一家亲 她本身就是双头蛇 我以前提过很多次了 那现在 在 死到零头了哈 还在 鬼吼鬼叫 还把一个什么 中山大学退休教授 搬出来 那是蓝的 现在开始蓝绿一家亲了 看得出本相了 这么多年来 被她这样搞分化 骗过来骗过去 就是前面讲的 为了她想要真实台独 哎 后来发现做不到 因为早就已经是 本土也很多是支持统的 她发现做不到 然后拼命的讲说本土都不支持统 可事实上很多本土支持统 我以前提过了 包含那个帮我出版的那个 那个老板 然后去见你以为是统的马英九 然后最后那个老板骂他出身 骂马英九是出身 他是台独 我当时经历过这些 清额经历过那几年前 清额经历过这些我也才知道 啊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已经看得清清楚楚的 那些 那还有什么好犹豫呢 都那个都已经防弹背心两年了嘛 对不对 那你两年防弹背心我们 从二零一九年年尾的时候 防弹背心传出来的时候 那防弹背心你定制大概一年嘛 那一年之后 你大概就是二零一年年初的时候 是防弹背心差不多 生产速度差不多了吧 那他有保固期 对不对 保固期过了三年就没有用了 那个防弹背心 那个效能会一直递减 那时候就有人在算那个 防弹背心材质 我还记得当时的新闻 这些你们都通通都忘掉了 一般人追那个新闻屁 都都忘掉了 那个可是防弹背心当时 我还记得有几个专家 还是香港的 因为那时候香港事件才准备 还没完全 还没平息 那个 苹果日报的那个 黎智英还没被抓 然后那个时候 有一些香港军事专家 在算那个什么 防弹背心的那个 那个那个周期 哈哈哈哈 像我算那个两岸统一 历史周期一样 还在算那个防弹背心 那个制造周期 还有图 还有图解 然后那告诉你什么时候是最有用的 把它框出来 这一段时间 就是要 就是要 因为那时候香港有一些人很讨厌台湾 因为香港被台湾干涉的内政 哈哈哈哈 台湾还可以干涉别人的内政 我第一次想到 就是干涉那个香港特别的行政区的 干涉他的内政 所以那里面有 有些香港人是特别恨台湾的 特别讨厌台湾的 特别讨厌台湾他就会在算这个防弹背心周期 19 所以我看到他的那个防弹背心周期 我才知道 哦 原来是这样子啊 曲线这样上去 哦 那个过了两三年之后 他的那个效力 那个叫做每每个月都会有个递检 他都要 哇 军事专家 哦 算出来哦 然后 知道说防弹背心能 那能用的话 大概是这个周期阶段 哦 掌见闻了 原来如此 他是想说台湾被做大概什么时候 从防弹背心去算 其实当时稍微有点见识的人 并不会看不出来 原因是什么 蒋经国死掉之前有一班很奇怪的人 就是 就是搞党外 然后蒋经国跟他们摸摸头 那其实你从那个动作你就可以知道 可能会要演一场戏了 然后民进党成立的时候 当时有一批外省人 就是 比较单纯的那一批 就是国民党里面 比较单纯的那一批 后来是被排挤掉的 排挤出党外的 单纯的那一批 就是 说 怎么会成立一个党外的党 那 蒋经国是把他押住 就说这个我来处理 这个我来处理 结果他来处理就是不处理 所以才会 一直拖到他死掉都没处理 那86年的时候嘛 那86年成立的 会拖延多久 我以前也算算算算给各位看了嘛 理论值是85年的3月1号 那86年的9月 是民进党成立 因为前一 前一年就放放风声了 85年那个时候 就从朱高正打架那个时候开始了 那 就已经有一些风声出来要阻挡 那其实你就可以知道 那个酝酿期 竟然还是小奖的晚期 那你就清楚 可能要演一场戏了 如果当时有一些 有敏感的人 会知道说 要搞一个不知道什么玩意 要出来 但是 等到 民进党成立过后 本来以为说 这件就是党外党 无所谓了 那 因为里面都是国民党的 里面都国民党的 那 可是慢慢就开始变子 等到李登辉上来之后 慢慢就开始变子 然后就演小丑戏了 然后更好笑的是 新党里面的人是台独分子 你想都不知道 像赵少康 赵少康是台独分子 他们几个后面 然后还有宋楚瑜 但是你们 台湾人 有些大陆人都知道 宋楚瑜 然后都有马英九 你看你没想到 这几个都是台独分子 赵少康 宋楚瑜 马英九 都台独分子 可是他当时披的那个皮 是多 多蓝 甚至 还有染的黄色 红尘黄绿蓝 电子这样子 这样子彩红色 这样彩 可是里面全部是 玩这一套 你们吓一下 然后最离谱的是什么 而绿色的里面 民进党里面的 有统派 从朱高正开始嘛 我以前提过这个人物 对不对 我见过的 朱高正开始 然后还有 我记得以前新竹县长的 那个叫什么 一个客家人 我现在一直想不起他的名字 可是他 那时候我认为他民进党在这边执政很讨厌 那时候我还是学生了 很小 大学 大学以前 可是他在演讲的时候 那是我妈妈去听他演讲 演讲的时候他讲的那些话 我妈妈后来转告给我 我就觉得奇怪 他怎么会讲这种话 就是 台湾只有靠大陆 那个渔民 因为新竹也有一些渔民会出海 那个时候永安渔港 不是那个 南辽渔港那边 才不会被 被什么菲律宾人欺负啦 会被 被哪一些人欺负啊 要靠大陆 那我说民进党怎么会讲这个话 可是我们都会受媒体影响嘛 那我们一上 上媒体的时候 我都会 一看到 新党的 应该是 统派 宋楚瑜 被打压 然后连战被抹黑嘛 那时候连战被抹成富家公子嘛 所以连战在2000年的时候 他得票率你们可以查得到 很低嘛 让他认为他跟陈水扁是一起的 可是事实上 连战 他是被抹的 那2024年的时候 好吧 连战再一次选 对不对 可是你没想到后面做票 然后宋楚瑜叛变 跟陈水扁那时候讲过 你跟我见过几次面 其实你这些 从这些蛛丝马迹 你逗起来你就知道了 台湾的所谓统派 没有一个是真的同的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是真的 当时 当时塑造的那个氛围 国民党那个政客里面 没有一个是 那有事的 可能是的 都是被教训嘛 或是被教训不了他 像连战那种 比较有家庭 家庭身份背景 因为他父亲是连雅唐了 那 他现在也老了 他是比较单纯的人 他就被修理 反正你永远当不了总统嘛 用各种方式嘛 那他永远当不了总统嘛 然后 他是好人就没办法嘛 然后洪秀珠被修理嘛 疑似你试的都把你孤立掉 你可以看到里面没 国民党是毫无诚意的 国民党 他包含他延伸的 叫疑似统派党 全是假的 疑似假的 那里面是真的 因为会混一些真的进去啊 像那个 新党以前 会有一些人不明就里进去之后 有没有 就变成 可是互相 后来为什么 从那个玉慕明跟那个 朱高正互相指责对方是 国民党派来的那个 间谍 哈哈 玉慕明跟朱高 就知道有那个情况了嘛 然后最后发现间谍是谁 间谍是赵少康 赵少康 所以你可以从那一窝里面的人 在那边咬来咬去 你就可以知道 原本一开头 再加上一开头我前面讲的那个 蒋经国的那一场戏 那一式作戏 你就要知道 那里面就混着很 没有诚意的玩意儿在里面 然后主要是骗台湾 又骗大陆 然后慢慢 经过这些年 你这 本来你这个片局布置的很精细 然后加上选举在那边闹 把它混淆 自以为很聪明对不对 混了余目混珠 混得让人看不到 看不清楚 可是问题你没有实力 终究没有实力 你没有诚意 人家吃早还是看得出来 很早就看得出来 而且把你这个马英九 尤其马英九上来的时候 他认为就是我讲的台独暖床 轮班台独暖床 马英九上来的时候 竟然是本土的老板 发现你是台独分子 大骂畜生 大骂畜生 我是亲耳听到的 因为帮我出版《黄道无间》的嘛 整个过程 你就可以清楚 那完全是一场戏跟骗局 那现在 终于这个戏骗局 他不愿意下台 对不对 你看国民党回不来了 发现他的骗局慢慢开始穿帮了 那民进党 他就只能寄望民进党 民进党里面的那群烂政客人渣 只能寄望他 跟他一起 开很多视频节目 YouTube节目 然后开始在讲 刚才我讲的那一些 要你改宪法改国号 你何能啊 你以为 如果 由的你改宪法改国号 当初也不用打三大战役了啦 连我这个打三大战役的那个 的 当时我祖父是国民党 我提过了嘛 徐邦会战 我以后有空再讲三大战役 重讲一遍 因为这些年 这些年练了功 看得更厚了 连我祖父打过三大战役 徐邦会战 保护度欲民的那个 我都认为 绝对不要改国号 也不要听你们这些人的 不然那个战不是白打了吗 那战不是白打了吗 人不是白死了吗 包含国民党死的 当时也是很多是不明就里的 因为当时的情况 我们再回到 那个国共内战 国民党策略到台湾那个情况 当时的情况 我以前提过嘛 国民党是中国人的皮 里面是DNA 是老外的嘛 他是买办组成的 老外的嘛 连蒋介石 拿他们都无可奈何 蒋介石拿他们都无可奈何 那共产党刚好相反嘛 表面是老外的 里面是DNA 是中国人的 这个连毛泽东都不太知道 你看 你看他藏了多深嘛 那 当时当我们那些底下的人 包含我嘱咐那些人 加入到国民党这一边的人 不见得是 是 不见得是霍国殃民的 很多是爱国的 因为他搞不清楚状况啊 他看到你是中国人的嘛 你那个是怎么 怎么像我祖父一直到老的 都还会在讲这个 那怎么会有那个老外的主义 会跑过来啊 当然是跟他打嘛 那当时很多加入共产党的 也不见得是 爱国的 因为他看到你 你是老外的主义 对不对 他投机心理就来了 所以早期毛泽东也要清 清除很多党内的那些 那些害国派 党内那些 他批的走私派 他其实就是怕这件事情 因为当时 共产党招的人 你虽然骨子核心DNA是 是中国的东西 可是你吸了很多单位细胞 并不是好过 因为跟招牌有关系 跟你刚开始搞不清楚那个状况 那现在怎么搞清楚状况 我这国民党的后代 我都认为你国民党要灭亡啊 民进党是你养出来的 你收拾不了他的话 你就跟着一起死 因为你那个骗局搞得太夸张了 你看到了这边还在玩这个 到现在还要跟民进党在一起 一起在讲 已经知道台图做不到了嘛 还找了一个绿的 说台图做不到 然后要改 要对方改国靠 你看 这不是图穷比线吗 改国靠不是你民进党说你自己要改吗 所以新来的朋友啊 你回到我那个前面的六门横观六支五开始看 我是怎么样抽丝剥茧的 一直刮那个底层 就是因为这个疑惑嘛 包含我祖父的 你那个疑惑 你让我一个中国人的党 怎么到了台湾之后的表现 越来越年也洋奴化的这种情况啊 呃 那 大陆的怎么会开始会有本 那个中华文化会 会起来 那那个我这个抱着这个 上上一代的疑惑 我一直在挖那个 最后发现 哎呦 一场误会了 你看共产党的那个 那个马列把它撕掉 我不是讲过吗 核心发电机跟它的DNA的运转 那个全部是 是是是是孔家店的吗 从六门横观六支五 你知道为什么是孔家店 你从那个那个故事来看吗 所以你说这种事情 毛泽东怎么会知道啊 连他也不知道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误会吗 他那么多误解吗 只能从用历史 过了这些时间段来证明 所以啊 那就清晰 那你2022年开训之后 习竟然开训了 然后蔡英文也很如我前面讲的 他呛战 对不对 叫你不要 第一 错估行事 要两岸和 来谈 你可以看到他 他胆怯啦 不要错估行事 要两岸谈 他已经没有什么筹码了 那你 哦 然后就只会派 蓝绿合作去去讲谎话嘛 就只能搞那很奇怪的频道嘛 蓝绿合作去讲谎话 然后派柳杰克到大陆去嘛 柳杰克你要把它看成是民进党的嘛 要做 像那个跑过去在那边假国民党 假爱国的 可是他跑到哪里 第一站跑南京啦 啊 跑南京嘛 以前买半的发源地嘛 买半的大本营嘛 啊 那 汉奸买半的大本营 以前国民党在那边的嘛 他跑南京嘛 那这也是那个 人告诉我的嘛 因为他有关注柳杰克节目 我是不关注的 蒋经国的后期的时候 就开始出现你们这种 这种很奇怪的政客了 这种很奇怪的媒体人 包含李登辉时期的那个李涛 我以前也提过 那我一看就知道是这一类的嘛 所以是什么 如果你们在大陆朋友 看到柳杰克跑到那边去 揍他 这骗局骗太久了 所以应该毆打柳杰克才对 他跑到大陆去了 批了一个假假一 应该对他拳打脚踢啊 因为他台湾他一块骗不了了嘛 已经选民压制 已经玩到蓝营选民压制了嘛 马仔又不听话了嘛 对不对 台独马仔又不听话了嘛 失控了嘛 他就开始 在做这种 那为什么柳杰克在大陆 大陆朋友看到他 揍他 狠狠的揍 一个骗子 一个骗子 诈骗集团 不要给他回台湾 揍扁 你一听那个柳杰克 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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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那个 然后不是就柳的拼音吗 他就是到处去搞那个游戏 有时候会搞到怪兽 回头把他吃掉 那个一个洋鸡在那边 乱跑 然后 他会有选择嘛 有时候会搞到怪兽 回头把他吃掉 但是 他那个游戏很好笑 你不知道啦 Flash游戏 他是20年前的 那个 你看我都还记得 那 诶 那个 l.jack 那不就是你柳杰克的那个 你会不会就是看 你也玩过那个游戏 然后你就 叫柳杰克 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是什么 什么数值了 这个 所以看到他的大陆朋友 如果他跑到大陆去巡回演唱 那不要不要怀疑 他在骗 他在骗 他想要阻止武统 他的他的特 特工 他这等于是国民党派过去的特工 不用怀疑 以前民进党也有国民党派过去的特工 那一个最著名的就是谢长亭 谢长亭 他是国民党派过去的廖北阿 监督陈水扁用的 哈哈哈哈哈哈 只是后来国民党自己鸟瞧瓦解了之后 他就不听话了 都是一样是马仔不听话 所以那个柳杰克要揍 因为之前我看过一个我就把他封锁了 但是他的内容是那个网友群组告诉我的 还跑到大陆去 有人在回报我 那很简单嘛 揍 看到他就揍 不要被我逮到 你就放话 被我逮到我会在大陆揍别人 你要这样讲 然后你看国民党现在的一些举动 韩国瑜又要跑回来了 你看 他把江启臣弄掉之后换朱立伦 对不对 发现朱立伦搞四大公投 又败北 你已经没有人信了 国民党已经没有人信了 你不要以为别人都是白痴 然后现在又再把韩国瑜找回来 你以为有用吗 你以为有用吗 韩国瑜跑去跟那个郭台铭认错磕头 我现在是你的人 还是跟财阀买半颗头嘛 那好 你是他的人 拿他的手可你出来 你出来 反正要一起卖国嘛 对不对 一起 一起 组党统一嘛 那就 再捧 你看中天还在把韩国瑜跑回来 说什么万人篡动来拥护 你省省吧 哎呦 那民进党要你活就活 民进党要你倒你就倒的 你跟我说你这个出来 你还有机会 你省省 你已经没有人了 搞来搞去 还是这几个老正棍 你已经没有人了 顶多是加一个柳杰克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玩那个flash色情游戏的 然后等 然后用 买了流量之后 就到大陆去骗 你也就只有这一招 然后现在那个立陶宛后悔了 被 被那个 蔡英文那一帮 然后 立陶宛一喊后悔 台湾这边 第一个你看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骂对岸对不对 只要一有问题就骂中共 一有问题就骂对岸你看 然后骂你是中国人 是独裁霸凌打压 发狂 立陶宛总统发现 发现上个大档了 可是上个大档的 不是你立陶宛总统 也不是你那个经济损失 经济损失最惨的是台湾的人 买了那么多立陶宛的那些烂货 给他那么多的那个那个那个钱 让他去改个那个名字 最后人家反水 然后你那个 蔡英文就开始歇斯底里了 开始发发狂 骂人 泼妇骂街 一有问题就骂中共 骂对岸那为什么 民进党一有问题就骂中国 一有问题骂中国 只要什么事情 外星隐石杂道也是骂中国 这是中共的阴谋 为什么是这样子 因为当时国民党给他设定的一个 一个流程 一个党里面的脚本 就是钉在那里面的 当时把他当马仔的时候 钉在那里面的 狠狠钉在那党里面的 所以他们就有这个固定流程 只要一骂就有票 原因是什么 原本蒋介石的反共八股文 那些人 脑残的一窝蜂反共的人 就跑过去 跑过去 基本你绿的他本身也不是绿的 只是现在 你国民党不行了 他不听话而已 但不代表你不是国民党养出来的 所以你 那个方程式还在 方程式 还是这样跑 一有问题骂对 可是你 你养出来的马仔没有什么能力了 盘金连除了勾引人之外 没有什么其他事情可以做了 所以他也只有吃党赔钱货 所以我说那个剧本是这样子的 最后你要反过来想想 我建议你最后脑力 你转过来 假设你是立陶宛总统 你看这整齿 整齿 简直就 你说是不是武大郎攀今年的 那种很烂的间隙 假设你是立陶宛总统 你看得很清楚 所以你们各位那个立场 思维转一下 现在假设你是那个立陶宛总统 我是个狗屎国对不对 我是个鸟国嘛 一个蛋丸小国嘛 然后被 然后靠着骂俄罗斯来去跟美国要狗粮的嘛 然后美国人 美国人驻军在立陶宛 不要的粮食 我的士兵还会去挖去抢 那还会被判刑 很没武器的 那我已经是够烂的一个国了 对不对 我立陶宛已经够烂了 那有一个来一个不是国的 他不是国 比你更鸟的哈 他不是国 但他说他要是国 然后他找不到人承认 要你立陶宛承认 本来立陶宛也可以不用卷入这件事情了嘛 中国又不是我敌人 我敌人是俄罗斯嘛 但是美国暗示说 他是朋友 中国是敌人 好那我就去这么做了 对不对 那我又帮不了你 怎么办 那你 然后这个不是国的就说 你要承认我是国 去改那个台湾代表处 对不对 好我想说改个名字而已嘛 我又没有做什么实质改变 那好那我就拿到实贿嘛 有钱嘛 然后很消 对不对 结果没想到中国大陆 你又不处理这个不是国的 这个这个这个 他一有问题就骂中国 这一点立陶宛总能理解 因为他一有问题就骂俄罗斯嘛 他还能理解 还能想一想能理解 那你这不是国的 说你不要原本的国民要 叫台湾这个地名叫国民 你要降格我当OK啊 对不对 那我跟我来讲无所谓啊 那我就帮你改 拿实贿嘛 那你中国大陆 你又不制裁 不制 不断台湾的粮草 不断ECFA 那断我的 哈哈哈哈 断我的立陶宛的 然后还是让德国也来断我的粮草 警告骂你 那那个被纠缠到这样我受不了了 哈哈 我承认这是个错误 我不想要玩这一发了 结果台湾歇斯底里在骂 那原本说我就被台湾骂就好 结果又不是台湾又要骂中国大陆 一有问你又骂中国大陆 那你中国大陆又不断他粮草断我的 这不是很奇怪的间隙吗 你对立陶宛 假设你是立陶宛总统啊 这不是一个很奇怪的间隙吗 他以为自己已经很贱了 拿美国的狗粮去对俄罗斯废 但是你没想到有这种很奇怪的间隙 因为你没看过金平美嘛 你就不懂 你立陶宛总统没看过金平美嘛 武大郎潘静连跟武松的关系 如果他有关系 武大郎跟武松又是敌对的啊 武松没有没有成 武大郎没有成一把家产给武松 那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哈哈哈哈 这个间隙不要玩啊 因为这个诈骗集团到最后最亏的是谁 台湾人啊 还有立陶宛的相信这件事情的 因为现在也美国人都不信了 美国人都不太信了 他只是要你台湾出血自己去跟对岸咬 美国都很清楚了 他不信了 那你这出戏就最后是骗立陶宛了 那已经没有价值了 不要再跟他多了 所以各位 那个什么什么国民党想要再回来的 这种再继续拖戏的 就揍他 绝对不要给他机会回来的 全面选民压制 他在找来找去 你看到这还是把韩国瑜找回来的 就那几个老郑棍了 该结束了 不要陪他玩这个游戏了 因为这个戏演久了 对中国人自己也不利 不利 因为你跟这个买饭有什么好纠缠呢 当初演这出戏 是有用的 我提过 那现在已经没有用了 美国都已经变成这样子了 他也不信了 他只想你台湾跟大陆同归于尽而已 去打一场 去打一场 那不用跟他说了 因为你看上去不只是 台湾人损失 这整出戏演完 不是台湾人损失 你还要从大陆拿 EGFA的利益好处过来 所以这等于是全中国人一起损失 全中国人一起损失 因为台湾会从大陆 去弄那个EGFA的东西嘛 你就觉得这出戏 已经演到这样子 已经是不堪入目了 就习同学就要赶快解决问题了 大家一起吹习同学了 那个同学要赶快解决问题了 另外我自己做一个测试 之前我在前去年还前年 前年吧 去年还前年 2020年左右 年初也是一年前了 2020年年中 我做一个测试 前年了 算前年了 我去 在蔡英文 还有朱立伦 还有江启成 那些人的脸 脸书上面 针对他的那个问题 隐私在骂 骂完之后 会当场把你封锁 然后让你禁言的 就是提告到脸书那边 我是不在乎脸书帐号 这真的是无所谓 我都没什么在用 所以拿来攻击用 测试用 那测试 结果国民党是直接告了 直接在那个脸书上面 就是封杀 还有加上禁言 这等于是警告你 但是反而是蔡英文 她无所谓 因为她是1450在管的 她自己知道自己 原本就只是个马仔 国民党养个马仔 所以她只是在走 那个很下流的程序而已 那武大郎就特别怕人骂 你就可以看得出 这武大郎跟潘金莲 是不是这样 潘金莲不怕你骂 武大郎怕人骂 怕你骂他是侏儒 那从你这边就可以知道 谁是始作俑者 你那国民党就是始作俑者 所以我特别火大就是 就是国民党这帮人 你养了这么多奇奇怪怪的 杂碎出来 他就是始作俑者 那从他的心态你就可以知道了 你从他的那个反应 你就可以知道 那个民进党他只是个表皮马仔而已 他只是现在马仔不听话 他会去搞那个中天 实质上也只是抢狗粮而已 就是潘金莲跟武大郎一直要粮食 不给他回来而已 那你可以知道他的本质是什么 谁才是始作俑者 从这边测试你就可以知道了 那绝对就是他们 那就不要跟国民党太客气了 这些都是你养出来的 然后来搞这一套 所以你可以知道 你们各位你就可以清楚 不要只看表象 你要插那个针进去 就像我这种 用一个小动作插出来之后 分析你那个色泽 打到你的内心对不对 心仿图钩 我以前有提过这一招 心仿图钩 达到你的问题最核心吗 拉出来之后 然后看你的反应吗 你的颜色变化 就好像那个钻那个什么 刀木贼哈 洛阳铲 他不是拉出土著来分析土著吗 色泽吗 灰黑色代表是鸡探木吗 对不对 这个你们自己去查 那这个 世人的内心就跟刀木一样吗 你看一拿出来就知道这个色泽 你就是死作俑者 你就是那只鬼 可恶 那你现在自己自作自授 作茧自缚 那活该 那我们还要继续把你垂下去 尤其那个你看那个赵少康 现在还要搞去搞韩国瑜 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些人 这些人当初搞的那个骗局有多可恶 多可恶